圈去数部分 今天主要是针对这个单元 就回圈的资料结构 跟那个所谓的制定函数 这两个部分 那这两个部分 当然是程式里面非常重要的 两个很重要的这个功能 那其中的话当然呢 回圈部分主要就是说 如果你希望电脑帮你重复做 那它重复做的次数的话 当然就是你可以 按照你的实际上 工作上的需求 你去决定 比如说你假设要从资料库读资料 或者从网络上捞资料 或者从任何云端上面捞资料 那你当然如果用手动的方式 一个一个来 那很浪费时间嘛 你会发现 如果这些事情交个回圈的话 那当然就非常简单 因为你只要 如果你有范围 你可以用货围 那如果你是当某个条件 为处的时候再去抓 比如哪些资料你要 那他条件判断为true的时候 他去抓那个资料 如果有一些是你不要的话 那为false你就不抓这个资料 最后当然你可以跟他讲说 抓到什么条件发生的时候就停止掉 所以通常坏回圈会配合一个语法叫break break break就什么 就有点像刹车 我要把它停下来 否则的话那个回圈 如果你尤其坏回圈 你不跟他讲说哪边停下来的话 他就会一直冲一直冲 冲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停不下来 就跟油门一样嘛 踩下去 对不对 那踩下去 如果你不知道还有刹车的话 那就完蛋了 OK 所以fire有点像那个油门 break呢 有点像刹车 OK 那false回圈是 反正你从这边帮我跑到那边停下来 就结束了 OK 所以这个大概要了解一下 所以我们上礼拜大家提过 false回圈 坏回圈 那false回圈呢 我有先按 就是举一些例子 来跟各位做说明 那其中的话呢 后面我们也还会提到 就是说呢 这个false回圈 既然是回圈 那为什么需要两种回圈呢 那基本上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两个特性完全不一样 所以至于哪个地方要用fire回圈 哪个地方要用for回圈 将来你们可能要慢慢习惯 不过呢 通常用的比较多的 其实像我自己 for回圈用的还是比较多一些 主要原因 因为大部分处理资料来源 都是有一个范围 我大概已经知道 哪些资料在哪里 从哪边到哪里 帮我捞到哪个地方去 那我就用for回圈就可以了 OK 那当然你必须要提供给它一个清单范围 那这个清单范围的话呢 通常我讲过啦 一定是一个中瓜谷 那里面的话就给它一个fire 比如说1交到99 1 2 OK 3一直到99 可是问题哦 如果你今天用手动自己在那边打1 2 3 4 那当然这个会很浪费时间 所以如果你要产生像这样的清单的话 我上个礼拜有跟各位提过 你可以用一个函数叫range 这个range的话呢 你就跟它讲说 我要产生的清单范围是太难写了 ok range 那range的话你跟它讲说 哦 我要从1 帮我产生到99的话 你这边输入100就可以了 那它就帮你输入100就停下来的位置 然后呢 它预设会自动帮你加1 然后比fire更简单 所以呢 上个礼拜我们要做一个1加299的程式的话 那程式还记得怎么写吧 OK 首先第一个按右键 那我们逆一个什么 逆一个module OK module 然后module名称的话 也许你就是 1加到99 OK 也许你这边的话 就是给它一个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都可以的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加到99 OK 好 那也许我们就用for 也许之后还会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坏 好 1加到99 那这个地方的话 template 不用 cancel加就可以了 那实际上呢 我讲过了 如果第一个嘛 特别重要 你除了要知道for 你还要熟悉它 第一个嘛 因为for需要清单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就要变一个清单给for 去 去什么 去抓那个里面的纸 所以我们通常会 在for后面呢 多一个变数 再来的话 给它一个清单 等它讲说 你帮我这个i的值 去哪边抓呢 去1到99里面抓 所以这边会有个清单 我刚刚讲嘛 当然你不用傻傻的这样 有没有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99 如果你要产生 1到99的这个清单的话 在esl里面很简单 1 然后输入 按cnt键 99 你就有个清单 对不对 不过你是用滑鼠去拉的 但是在那个python里面呢 是要自己写 那怎么写 特别重要 就是呢 你这边的话 记得用那个range ok range 这个函数呢 跟他讲说 我的那个清单哦 你帮我从1 到99 99 不过这个可能 比较容易做错 切到100 ok 为什么100呢 基本上哦 它要到100停下来的意思啊 所以它1是初始值 100是停下来的 所以意思说 跑到100停下来 就是不执行 那中间的话 基本上哦 它就会自动加1 所以1 下一个就2 到99 但是实际上啊 这个后面 其实是有一个逗点1啦 这个是预设值 也 但如果你不填的话吧 它会自己帮你填 ok 预设值就是自动帮你加1 但问题是 如果你将来要13579的话 很简单嘛 逗点多少 2就好了 ok 那这个就13579 那其实第三个 这个参数哦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step啦 step就是间隔多少的意思 ok 那当然呢 另外还可以颠倒越来越小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哦 加的数字是99到1啊 对不可以 可以啊 可是99到1 你要99 到1的话 这边要多少 0嘛 因为99 98 一直到1 到停下来哦 如果1的话变2 2了哦 有没有 99到2那不对 特别说step 你这边要加什么 负1哦 意思说越来越少 ok 所以特别说 反向的回圈 是这样写哦 随便讲一下 应该可以懂得到 这意思啦 大概这些 是比较常会用到的 如果你懂的话 将来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用正向的 1到100 然后后面的话呢 因为可以 预设值就是1 然后冒号 enter 做什么呢 就是把i全部加在一起 加到哪里呢 加到sum 所以sum 等于sum 加i就可以了 那它反而加完的东西 放在sum里面 最后的话呢 帮我怎么样 帮我把它print出来 所以记得 print 你不能直接在这个地方print 如果你在这边print的话呢 如果假设你把这个print 写到这里的话 你会发现 执行会怎么样 特别说 因为这个所谓的阶层 如果你一个tape 是在for回圈的里面 对 如果你在前面的话呢 那就是for回圈的外面了 特别说 这个完全不一样哦 那很多人哦 真的从一犯的错误 也在这里 阶层搞错了 一个tape 打错了 结果也不一样 所以你如果这样执行的话怎么样 理论上应该什么 它产生1 然后把它累加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执行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是变成这样 有没有 不过你会发现 这边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我之前讲过的 区域变数跟圈域变数 所以 这边的话呢 要在第一行怎么样 一样 sum 初始时给它一下 等于零好了 其他的话呢 我看这个把它加完之后的结果 然后再把它 OK 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呢 它就是 一 三 六 有没有 意思是说它加完之后 print 所以 但如果说你今天呢 假如说你把print 放在外面的话 最后结果怎么样 欸 加完之后再print 所以执行 有没有发现 OK 差别是在这里 OK 那上个礼拜我们还有加什么 就加总结果 是多少 不过这个可能要自己写一下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利用一个回圈 后回圈 帮我们加总 那如果说 同样的方法 如果我今天希望 类似的概念 我希望把它写成什么 九者乘法表 九者乘法表 像这样 那九者乘法表 这个又会比刚刚来的困难的地方 是什么 它有两个回圈 两个for回圈 OK 那一个是for i 一个是for j OK 也就是说呢 你透过for i for j 就可以把这个给变出来 那至于怎么做啦 其实层次真的不多 四行就搞定了 但是哦 要怎么做 OK 待会再跟各位说明 OK 那除了for回圈里面 刚刚上以外讲这些之外 另外还有两个 就是 在回圈里面呢 如果你要做一些控制的话 可能还需要注意呢 有两个很重要的叙述 它可以做什么呢 一个叫break 就我刚刚讲break 顾名思义的话呢 它就怎么样 就是 有点像刹车 或者你把它叫停止也可以啦 它会怎么样 在回圈里面就强制 跳一回 就不要跑了 到那边就停下来 不要跑了 OK哦 那另外还有叫continue 那continue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呢 你如果遇到continue 它就跳过的意思 也就是它不会执行下面的叙述哦 OK那这两个字要怎么用 我想我们待会再来补充说明一下 那当然呢 比较重要啦 我平常用的比较多 我觉得break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跟各位讲 continue 真的 我还是很少用 但是该用的时候 也还是会拿来用啦 只是说少用 OK哦 那只是说怎么用 你至少要知道啦 只是说你要怎么 要不要拿它拿来使用 那就看每个人的使用习惯而定 OK哦 所以请各位呢 先试着把那个刚刚讲的for i in range 那个1到这个99 OK哦 把它 大家记得1斗点100 OK 那另外也可以试一下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要反向的回圈 比如我1加99 我要99加到1 也可以啊 反过来 记得喔 斗点-1 这可能要加一下 如果你 当然很多同学都忘了加斗点-1 如果你斗点-1 没加 那你可以试试看 你会发现喔 它只有跑到99 它就没有下一个 因为99加到100了 它就结束了 所以你那个没有加step 你就没办法反过来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另外的话 待会也许 再来讲一下有关就是break跟continue 然后 如果做个变化题吧 如果我今天 要的 假设老1到99 我现在是不管奇数跟偶数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要加总的结果是 所有的奇数或所有的偶数的话 该怎么做 ok 当然呢 方法1是用step 可是如果我今天好了 我限制说 我不要step 我要continue ok 比如考试 题目就是要求 请你 比如说我要奇数的加总 然后一定要使用continue 那请问人家怎么做 ok 这部分请各位 先试着把上个礼拜 那个fold一圈熟悉一下 其实fold一圈真的程式不多 真的也没几行 但是你写出来 对的它就跑了 那如果你观念不正确 说真的你写再多 它还是不跑 只是说一些观念正确的话 那就很快就可以把你要的结果给输出 当然如果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同学 可以想想看九九成八表 如果你九成八也可以跑得出来的话 那表示 应该会 应该是已经真的了解 fold一圈的运作的规则 ok 试一下